这集故事非常有意思 前半部分对网友们的乳腺不太友好 直到结尾才豁然通畅 在警戒的例行审查会上 上集指责特害科办事不力 原因是五年前 纽约警局的辖区内出现了一个连环强奸犯 这或不到一辙 就入室侵犯了三名独居女性 涉害者之意的维多利亚 上台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5年到2月8日 戴图闯进了她的卧室 她强行侵犯了维多利亚 在迷运维多利亚之后便逃之夭夭 故事的背景是1999年 那个年代的法律规定 性侵案的追溯时效只有五年 于是维多利亚恳求纽约警方 重新审查这起案子 否则再过96个小时 她和其他两名受害者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人渣 逍遥法外 这次的检讨会 老上司被领导骂得不轻 她觉得很冤枉 因为五年前的她还在重案组 这起案子压根就不是她经手的 当年被侵犯的三名女性 分别叫做维多利亚 路易斯 还有詹妮佛 见证科提取了人渣 留在他们三个体内的DNA 代号121号无名氏 由于每次都是深夜犯案 加上没有开灯 受害者们都没有看清她的相貌 只是约莫记得她是个 3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 身高180左右 不胖不瘦 在4天之内 破会一起悬案显然不太可能 于是老上司计划 找地方检察官 申请一张逮捕令 这样就能暂时冻结追溯时效 可仅仅靠着一组无名氏的DNA 就想说服检察官并非一时 奥吉和艾叔则去拜访了 当年的三名受害者 第一位受害者叫做路易斯 当年的遭遇 让她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她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恐惧 五年过去了 当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不清 路易斯并没有想起 什么有用的细节 第二位受害者叫做詹妮佛 是一家医疗中心的护士 詹妮佛非常的平静 她说自从被侵犯之后 身边的人都很关心自己 也让她慢慢走出了阴霾 詹妮佛回忆 人渣似乎对她的私生活很了解 她在侵犯自己的时候 还说出了詹妮佛的狗叫什么名字 知道詹妮佛每天会去哪家店吃早餐 难不成人渣作案前还会跟踪受害者 另一边 老上司找到了大法官 希望能够申请一张针对无名氏的逮捕令 大法官觉得老上司这是无理取闹 因为此前纽约从未有过这种先例 眼看追溯时效都快过期了 老上司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第三名受害者叫做维多利亚 正是开头请求纽约警局重启调查的女士 她也是三个受害人当中内心最强大的一个 当年她报案之后 坚守这起案子的警探非常的敷衍 于是她雇佣了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调查到 维多利亚被侵犯的当夜 有邻居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于是奥迦和艾叔也拜访了这位邻居 邻居回忆 那个男人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 还不小心摔了一跤 他当时觉得很奇怪 因为那个男人明明骑着自行车 却戴着一顶摩托车的头盔 似乎还穿着制服 画面转到老上司 果不其然 懈怠的法官驳回了逮捕令的申请 法官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老上司当庭表示上诉 维多利亚女士斥责老上司办事不力 如果当年他们好好调查的话 也不至于弄到今天这副田地 可老上司当年还在中安组呢 这起案子也不是他接的呀 眼看这距离追诉时效越来越近 可他们除了嫌犯的DNA之外 一点线索都没有 既然维多利亚申请逮捕令的诉讼被驳回了 警方只能将重点放在了另外两名受害者 詹妮佛和路易斯的身上 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说不定法官会网开一面 奥杰和艾叔找到了当年对接詹妮佛的警探 这位警探印象最深的便是 人渣侵犯詹妮佛的时候 清楚地说出了他的生活习惯 开什么车 在哪里工作 喜欢去哪家商场 他对受害人的生活了如指掌 当时警探猜测 人渣可能窃听了受害人的电话什么的 不过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他们也不好随便抓人来审问 这位警探后来就退出了特害客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那些阴暗又有趣的案子 负责第一位受害者的是一位老刑警 同事们都说他是一个老混蛋 当年路易斯报案说自己被侵犯了 老刑警却懒得调查 还说这一切都是路易斯想象的 指导爱叔告诉他 路易斯确实遭到了侵犯 对方还是一个连环强奸犯 老混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哦 那算我判断失误 我自罚一杯 就这老混蛋还有脸拿退休金呢 由于老上司和检察官坚持上诉 这次换了一个新的法官审理这些案子 可这位新法官依然拒绝开去逮捕令 原因是倘若开了这个先例 岂不是谁动地拿着一组无名式的DNA到处抓人 这很可能酿成一大串冤假错案 其实站在这位法官的立场来说也没有错 群体诉讼的需求不同 就很难有完美的方案 但这份判决 无疑是在路易斯的伤口上撒盐 姑娘当场就崩溃了 此时距离追溯失效 仅剩下48个小时 没有逮捕令 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两天之内抓到人渣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路易斯最喜欢的明星是李国豪 最喜欢的电影便是他的一座乌鸦 奇怪的是人渣在侵犯他的时候也提到了这部电影 他不但知道路易斯的喜好 甚至还知道路易斯的小名 这样路易斯毛骨悚然 他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路易斯也曾将这个细节告知了老刑警 老刑警却让他去看精神科的医生 只对提的是 路易斯从来没有在电话中提过自己的喜好 只在与亲友的来往信件中提到过 前面说过 有位邻居曾看到一个骑着绿色自行车的男人 从维多利亚的住所离开 路易斯非常激动 因为他也曾看到过一个骑着绿色自行车的男人 从在他的附近徘徊 绿色的自行车 再加上能够接触到受害人的信件 警方推测 人渣可能是个快递员 那个辖区确实有一家叫做绿机自行车的快递公司 不过五年过去了 这家快递公司已经停业 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快递员 也正因为如此 人渣才能光明正大地跟踪三位受害人 还能靠着这身制服 骗过公寓的安保 侵犯受害人之后 再骑着自行车大摇大摆地离开 于是警方找到了快递公司的老板 老板很大方地交出了那些员工的送货单据 可是足足有100多米员工 在不到48个小时内 显然来不及挨个派查 不过其中有份记录显示 这家公司曾给受害人之一的詹尼佛送过四次包裹 由于单据上没有快递员的名字 警方只能再次找到詹尼佛核对 詹尼佛倒是没有隐瞒 他记得那个快递员 但是他不想说 这倒是让警方摸不着头脑 那个快递员很可能就是侵犯他的人渣 难道詹尼佛不想抓住他吗 原来詹尼佛有次在路上认出了人渣 可他非但没有责怪人渣 甚至还找他聊天 但是他一起祷告 詹尼佛死活不愿说出人渣的名字 即便艾叔告诉他 强奸犯是有惯性的 他们不会改过 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升级作案手法 詹尼佛也不为所动 你以为他是斯德哥尔摩吗 人家只是单纯的圣母罢了 原来詹尼佛信奉了一个圣母教会 还拉着人渣一起入了会 他觉得共处人渣就是背叛教友 奥姐姐说服不了他 只能找来其他两名受害者 做他的思想工作 维多利亚愤怒了整整五年 路易斯甚至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詹尼佛却一句轻飘飘地原谅人家了 释怀是你的事情 你凭什么替其他受害人原谅 此时距离追溯期只剩下15个小时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只能来硬的 检察官以包庇强奸犯的罪名 起诉詹尼佛 试图让他开口 即便上了法庭 詹尼佛依然很平静地拒绝 供出强奸犯的名字 他的理由是 强奸犯已经真心改过了 要不然为什么这五年来 他都没有继续作案 既然如此 法官只能成全他 判了詹尼佛一个藐视法庭的罪名 他本是受害者 却一爱之名 把其他受害人又伤了一次 还很自豪地把自己 当成了伟大的殉道者 如果人渣真心改过了 忏悔了 他为什么不自首 如果忏悔和祈祷有用 还要警察干嘛 还要法律干嘛 老上司刚刚把一个 强奸案的受害者送进了监狱 这样审查会的领导 脸上挂不住 领导都不知道该怎么向媒体解释 老上司也很不爽啊 原来维多利亚投诉的公函 早在一个礼拜前就到了 领导却一直没有通知特害客 导致他们少了整整三天的调查时间 领导不过是想找老上司背锅罢了 现在都是假惺惺的 关心其受害人来了 要是午夜之前抓不到这个人渣 看老上司怎么投诉他 Jennifer说过 他将强奸犯拉进了自己的教会 艾叔和傲姐 只能找到了教会的负责人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成员的名单 哪知道这个教主也是个圣母 他觉得教会是个避难所 强奸犯既然已经忏悔了 他就有保护人渣的义务 真是你天啊 于是老上司磨破了嘴皮子 终于申请到了搜查令 所有的圣母都聚集在了教会里 他们试图阻止警方拿走名单 海美其名曰 美利坚是个政教奋离的国度 奥基尔懒得跟他们比比 他强行取走了成员的名单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警方已经将嫌疑人的范围 缩小到了36名快递员 经过数个小时的比对 一个叫做哈维的男人 走进了他们的视线 资料显示 哈维在1995年2月21日 因为入室盗窃未遂被捕 也就说 他并没有如Jennifer所说的那般改过自新 而是在第四次试图入室侵犯的时候 被抓了个正着 更一天的是 哈维在入狱一年之后 被育友侵犯了 据说伤得还挺严重的 如今的哈维在一家健身房当前台 原来他之所以没有接着犯案 是因为育友下手太重了 导致他下半辈子都只能坐轮椅 而不是加入教会良心发现 艾叔很想笑 又怕显得没有礼貌 这起悬案 终于在到期前的五个小时 宣布告破 你看 连上帝都看不下去惩罚他了 那些舍母还自我感动个什么劲啊 真是讽刺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这集故事根据证人真实改变 原刑便是1973年 著名的凯瑟琳哈姆强奸案 作案手法与故事中的大致相同 袭击者在半夜闯进了哈姆的卧室 强行侵犯了他之后逃之夭夭 当时警方很快抓住了嫌疑人奥雷尔 不想奥雷尔却在保时期间逃亡了 这一逃就是整整33年 直到2006年 奥雷尔才因为一起非法购买枪支案 重新被逮捕 本来强奸案的追诉时效只有5年 按理说奥雷尔不应该再次遭到审判 但是检察官指出 奥雷尔在逃亡时就已经被正式起诉 按理说诉讼时效 从他逃亡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冻结 最终DNA检测结果成功将奥雷尔定罪 也因为这起案子的影响 2006年 纽约取消了一级强奸罪的诉讼时效 法律条款的更新速度追不上人性之恶 不是所有的正义都能够及时得到审张 这也是这部剧的真实之处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